开斋节即将来临 在斋节月期间 不少低收入家庭 在新冠疫情和行动管制的双重打击下 陷入了经济困境 马来西亚慈祭新山之会 于是展开另一轮的以爱化爱行动 向社区弱势家庭伸出援手 送上丰富的生活物资 好让他们可以安心地准备过节 一箱接一箱 志国们将救援物资搬上车 这些只有灾难发生时才会看到的场景 如今出现在新山社区 我们是有拿到一批名单 请我们紧急援助这一批人 这些都是生活上 有一些本来就很辛苦的家庭 再加上因为现在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 他们经济上的收入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再加上他们很多是马来人 这个时候他们在再借月的时间 所以在食物方面需要多一点的补助 我们一共给了他们两包米 两罐油 两罐面粉 然后还有四罐牛奶 还有一些调味品 都是他们日常马来人都会需要用到的 一家之主患上癌症无法工作 行动管制让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就在紧急关头 刺激送来物资 给无助的家庭带来希望 我和你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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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偏逢连夜雨 因绞伤失业了两年的父亲 如今要同时兼顾四个月前不幸遭遇车祸 而瘫痪在床的儿子 志工也上门关怀因脑性麻痹 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士 还有一些居民在疫情和行动管制期间失去工作 同样需要得大帮助 我们在床19年期间失去工作 请您拨戴回来 好的 所以我们来自社群社群 进入这里 放入这里 所以在这里有些东西 它们都写在这里 这是成熙的方式 终于顺利完成发放,但在此之前的电访沟通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不认识,然后而且他也听到我们一介绍啊,就是我们Buddhi慈祭啊,当然他们也会害怕,因为现在有很多杂骗案嘛,对不对 那个过程也是很挑战,但是今天我们来做发放,当我看到他们的那种状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啊,我们慈祭有做到这一块 性己无私,性人有爱,志工们凭着祭贫救苦的忍道精神,跨越种族与信仰的障碍,在最艰难的时刻,及时帮助了受疫情影响的艰苦家庭 大爱新闻,珍珊美之宫,马来西亚新商报道 大爱新商报道